HELLO 大家好,我是來自泰文的一哥 現在我們去日本東京將近一年的時間 因為自己非常喜歡旅行 所以在這幾年花了很多時間跑停的日本各地 然後這次去馬的童生是我第一次造化 也即使在玩樂之餘也非常開心 可以認識一個新的魅力城市 童生市是日本群馬縣東部的一個城市 在過去以生產童生枝的文明 該市歷史永久 還擁有眾多文化遺產 有東部小京都之稱 在這裡你可以體驗到日本傳統的宗教文化 學習傳統的紡織產業 還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復古風的街景裡 最吸引人的就是這裡有一條通往日空的懷舊小火車 四季的美景在這裡毅然無遺 快穿上和服跟著我一起在這個龍河新舊的古典城市裡散步吧 做一些世界ene體錄上 尤其花式再次看 音樂 需求工作